5月17日上午朝阳法院通报立案 登记至实施一周年以来的总体情况 据通报曾有一位孙先生到朝阳法院要起诉林妙可 理由是他曾在林妙可的微博上多次留言 但始终未得到回复 他认为林妙可的行为侵犯了其人各尊严和身心健康 起诉索赔 朝阳法院立案庭含义钢庭长介绍 缺乏法律依据的烂述 以及试图利用诉讼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奇葩诉讼 都被称为恶意诉讼 针对这些烂述行为 目前无统一的明确界定 立案法官甄别难度大处理难 然而受理这些案件势必造成司法支援浪费 林上爽夫庭长补充说 立案登记至实施以来 当事人误以为法院不需要做任何的审查 什么案件都得立案 有些人甚至只拿一张纸 就要求法官立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